大家好 我是成功 今天主题如何破绝系统性风险做有效投资 其实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 80%是无效的投资 所以失败率比较高 那么今天成功呢 就把这种有效投资而成功率比较高的一种方法 通过案例模型再到总结 分享给家人们 案例模型仅供学习不够整投资建议 咱们先看一下大盘 太疯狂了 这种下跌太疯狂了 我们看一下之前呢 我们制定过一个计划 上阵指数啊 这是周线 达到3150点到3200点 这是一个支撑区 出现反弹的概率比较大 好 我们看一下 很显然在上周三出现最低点 3147点 本来出现反弹挺好的 但是呢 赶上现在呢 出现了很多的不吹联系风险啊 其中一个对我们A股拖累最大的 其实是美国对于我们中概股的打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基本跌幅度在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上 部分股票跌幅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有的甚至到达百分之九十九 再跌就没了 所以啊 导致港股也是 出现大跌 我们看一下 很深指数 今天又是下跌百分之五点七二 连续的暴跌 但是我们看到了吗 低微方量了 其实低微方量 反而是好事 它容易见顶了 因为低微方量代表着 恐慌盘出来了 而有大资金介入了 所以通过指数我们去历史研判啊 在指数大跌出现 低微方量的时候 其实见底是比较快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恐慌 把自己宝贵的筹码高位没卖的 在低微再割肉 这有点不理性了 板块今天呢 基本都是普跌了 所以亏欠效应是非常大的 咱们呢 要通过案例模型 去教给大家 如何破局系统性风险 做有效的投资啊 好 咱们先打开咱们 最近制定的一些交易计划 然后在最后做总结 我们先看一下上级输控 3月8日做的交易计划 打中轨 140附近 目前反弹的概率比较大 这是建藏区的上演啊 好 我们打开上级输控 对赛道 它的业绩基本面 之前已经详细解读 我们不做太多的解读了 直到它是属于太阳能担惊归的龙头 就可以了 基础面我们看 在我们给出计划以后呢 它没有回彩 中尾直接往上了 但是也到达压力位附近了 出现回落 那这种情况下 从基础面是获利的 不能变成亏钱 这个铁律我们要减守 从基本面悬股 赛道 加龙头 加低估 加成长 加低位有资金介入 这是黄金五点公正的悬股法 我们看它周线了吗 大家看 周线连续下跌70% 低位放量资金介入 出现制令量头的气场标准 那么我们在日线里边 去关注 去低息 就没有问题了 渗算就比较高了 所以在大盘如此下跌的情况下面 它还是很坚挺啊 但是 我们依然要减守原则 先把利润放斗里 对吧 回彩下来了以后呢 仍然失去关注中贵嘛 既然有资金已经介入了 而且有些资金是长线的 它并不会出来 而且它还在相对低位 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呀 千少进出快 所以有多少利润 先出来 回彩下来以后 同样 还是执行 这个交易计划 140到120这个区间内 是一个关注点 所以 先出 好股票 再有猎人的耐心 去等待猎物的出现 出现以后 再果断出击 我们的胜算 它会不高吗 好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案例模型 同样是3月9日 给到的啊 这是 称光温聚 五十 附近是一个建商区域 跌破48 新地支撑 好我们看一下 称光温聚 基本面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啊 赛道 它是咱们温聚企业的龙头 国内的第一品牌啊 3月9日 出现倍量的七掌 早拍九点半 这是一个关注点 我们要通过这个案例模型 学习几个知识点 一个就是七掌的标准 在它日线形成下跌趋势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均线吧 你看均线空头排列 变形的下跌趋势 而在这种情况下 去做一定是要周线到位的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周线 周线 达到年线附近 空间是到位了吗 所以我们在日线里面 出现的这个倍量起涨 在结合它的基本面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面 它符合我们的标准 所以在3月9号 早拍关注了的 你看在10号 出现一个冲高回落 11号呢 也是有低开下来 执行一个纪律 获利的 不要变成亏钱 就是这一个铁律 保护了我们呀 真的 很多的一些品种 之前咱们提示的 中概互联网ETF 恒生科技指数ETF 咱们都是喝到汤 或者吃了一些小肉出来的 后期的大跌我们看到了吗 看一下 中概互联网ETF 今天又是下跌8.47% 低位也放量了 放量离间底就快了 之前在这个小反弹的过程中啊 这是典型的下跌趋势嘛 下跌趋势看周线嘛 看到周线 哎 就是在周线出现了这种资金流入的情况下面 我们在做 这种下跌的过程中 不做 等待 对吧 当然他在日线上升趋势中是可以做的啊 就是日线形成下跌趋势的情况下 等周线的 气涨标准 周线形成下跌趋势的情况下 等月线的气涨标准 宁愿错过 也不要去乱做 这样 我们才能规避系统性的分线 好 那这波行情 应该可以喝点汤吧 但前提 要执行一个纪律 或里面不能变成亏钱啊 这是去年9月10月份的嘛 他对应的是这波反弹了 其实他每一次的高点 我们看到了吗 都是在 60日的声音线 出现的下跌 所以下跌趋势中 压力重要 支撑不重要 也就是说 对于有一定操作能力 有交易系统的 下跌趋势中如何去做 他也是有方法有标准的 你只有这样 你才能规避掉 他的系统性分线的大跌呀 所以后期等月线吧 一月线 如果能出现了 起涨标准以后 再做 你看 这是月线级别 出现起涨了 那你就做一把 有资金进来了吗 空间也到位了 量降失控 再到咱们 智能量头的起涨标准 形成黄金五点公正的 起涨标准 那就可以了 其实投资很简单 但是人性太复杂 而战胜人性 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嘛 相信自己啊 只要我们去建立 这个交易系统 你的交易系统 是符合 钻型逻辑的 你严格的执行 真的是可以实现 比较理想的手艺的 好 我们再回来 晨光文句啊 那么晨光文句呢 我们学到的知识点呢 就是一 是下跌趋势中 看周线 周线到位的情况下 日线找它的起报点 量是倍量的 价格是一个大阳线 早晨九点半开盘去关注 第二个知识点呢 就是获利的不能变成亏钱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面 跌破千低 它属于破位 而且是一个跳孔低开的 这是有一定力度的 如果二次回踩下来 在五十附近关注了 那么破了低点 一定需要支顺大 所以第三个知识点 止损的标准 就是在止损的过程中 不要考虑后期会涨势跌 只要去执行纪律 就一定是对的 如果后期涨了 我可以再买回来 但如果后期真的跌下来了 你如果侥幸 本来五十上方买的 破五十走掉 即使亏的也不多 百分之三到五 但是如果说你侥幸 可能从百分之三的亏损 成了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最后受不了了 百分之七十了 走掉了 结果人家又大涨了 这永远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不要去侥幸 为什么我在咱们平台 去制定这种交易计划 进场的目标位和支损位呢 必须有一个毛 而这个交易计划 我们不光是要成功率高 还要科学符合逻辑嘛 让大家可以理解 对吧 学得会才可以了 所以帮助大家呢 建立其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就达到了 所有的案例模型 都是教学用 不过是投资建议 只有自己学会了方法 懂得逻辑 才可能赚到钱 否则的话就不会有执行力 只有懂得了逻辑误道了 才会有执行力 好 咱们再看一下 3月9号 韩市3月9号 做的海力分店的交易计划图 建商区呢 是在106到108之间 破了新低103 这是一个支损的标准 目标呢 是前期高点啊 好 我们打开看一下海力分店 那基本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赛道也肯定没有问题 分店他懂得龙头吗 基本面非常的漂亮 所有咱们给大家去分享的案例股 赛道基本面都是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啊 但是呢碰到这种系统性分线呢 也没有办法 好我们看一下 3月9号 这是一个关注点 但是他的量其实不是很大 但是二次灰彩千低嘛 所以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次行股 那这个关注 常委是要低的 但是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在我们关注了以后 其实之后呢 都能有一个反弹 第二天它就是一个高开嘛 但是低走了 那碰到这种情况 同样还是 你获利的先出来 把牛肉放到这里 看一看 因为它没量 没量的话 就容易反复 甚至破倍 都有可能 但是你看 后期出现回落 其实后期出现回落 它没有再出现过这种起涨的卖点 就是没有出现过一个 倍量的 或者是放大量的提涨 但是如果说 假如说净了 在这个 咱们制定的这个区间内 我就无脱脑的 也不管量了 什么都不管了 净了 今天的这个低开 破位 照盘D时间 其实位置还是比较高的 止损 但是可以保留 最小一个单位 一手去观望一下 而止损呢 是我们大多数投资者 很难做到的 因为人性就是不愿意 接受亏损 所以你先留一手 那留一手 反正亏的钱还在那儿嘛 对吧 它是暂时的 还没有成为现实嘛 你全走了 可能就成为现实了 但是你留一手 那后期你可以再补救啊 通过162控3收获的 分空战法去补救啊 这样就容易做到 及时的支损了 所以对于支损来说 是无条件的 不要考虑任何的 缴境的一些问题 都是干扰 只要能保证小亏 后期就容易大赚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不符合这种 放量欺涨的情况下面 这两件不要动 还有就是在大盘比较弱 连续下跌的情况下面 也最好不要动 观望比较好一点 这是我们学导的指示点啊 但是9号我们去关注了的以后 后期回落 获利的不能变成亏钱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点 你看所有的案例模型 在我们分析以后 都有一定的上冲 但是 对吧 在大盘弱的情况下面 容易出现回落 大盘它就像大海 大海如果退潮 那么海里的浪花 你蹦得再高 它还是容易回落的 但是没关系 只要是基本面没有问题 赛道没有问题 调下来 也是机会啊 但是必须是下次出现了 倍量的期账 符合咱们黄金污点公正的期账标准 才可以再次介入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国电南瑞 这也是3月9号 给到的交易计划啊 非常详细啊 咱们给到的 好 我们打开国电南瑞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个计划图是在盘中做的 盘中位置还是比较低一点 而且它还有一次回测 下午又拉回来了 因为它是属于咱们智能量头的期账标准 二次回财下来 那我昨天还给大家讲了 国电南瑞啊 要把利润放逗里了 获利的标变成亏钱 对吧 我们看一下昨天的提示嘛 回顾一下 昨天14号嘛 你看 所有这些品种都是提示大奖 要落袋为安了 国电南瑞规避了分线了吧 中航胜费我也是提示大奖嘛 天高有压力了 有冲高回落 把牛放逗里了 很同样是提示啊 昨天提示 对吧 符合检查标准 踩一脚下来再做嘛 当然踩一脚下来以后 止跌了是可以做的 没有问题 麦瑞医疗 这些基本面都做了详细的解读了啊 大家可以去看回看 但是你看我昨天给到的观点就是 要先规避一下风险 因为有利好出来 他去冲高回落 本身日线下跌趋势到位的情况下面 收银线他就是卖点 周一他就是卖点 你看周二 一个大银线下来了 所以相信的逻辑 可以看昨天的啊 所以对于国电南瑞来说呢 那这个位置会不会破心低呢 不知道也不猜 一切都有可能知道 只是希望了我们的纪律 获利的不能变成亏钱 这就行了 所以这一铁律有多么重要啊 获利的不能变成亏钱 这个铁律其实是咱们散户的一个优势 机构资金大 他是做不到的 机构有机构的优势 信息的优势 资金大也是一种优势 渠道的优势 行李 研究团队的优势 心理承受能力的优势等等 散户的优势 唯一的就是资金小 能做了这个波段 可以快进快出 但是往往我们用不好呀 总是追涨杀跌 所以啊 后期啊 我们一定要去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系统 把自己的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做拐点交易 把波段玩好 这样才容易实现文件收益啊 所以今天的大运线 跟我们又没关系了 对吧 这就是学到的知识点啊 好 我们再看长城高兴 这是3月10号 给到的交易计划 周线的 164到170 这是一个建昌区 第一目标是250附近 破新地 知识 咱们看一下 10号 咱们给到交易计划图 实际上 早盘 因为它也出现放量了嘛 早盘 9点半附近 就是一个关注点了 因为整个板块启动了啊 医药的整个板块启动了 11号 又是大涨 但是之后 你看有一些冲高回落了 同样 获利的 不要变成亏钱 先把柳人放兜里 因为大盘不好 而且它本身还属于 低微震荡的品种 这叫低微虚势啊 外资持续 大幅流出的情况下面 长春高兴 外资是买入的 我们看一下周线 对吧 周线低微放量 有资金 开始去流入 出现了咱们智能量头的 气场标准 从量价时空 到咱们智能量头的 气场标准 它符合黄金五点公正的 气场标准 它符合黄金五点公正的 气场标准 这是周线级别的 所以 在日线里边 咱们之前已经 做过两波了 咱们可以看之前的 回放嘛 那这波连续下跌下来以后 这一波 咱们就属于第三波了 并且成功的把旅人 放到了公里 所以这个案例模型 虽然是低微的震荡 咱们已经是三次 成功的一个波段 值得我们学习 逻辑是什么呀 赛道没有问题 盈利能力非常强 我解读的非常详细了 而对于低微这种节奏的把握 在咱们这种实战的过程中 我给大家去跟踪戒夺 就是希望大家能有这种意识 去做这种波段 不要去追涨杀跌 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把波段给做好了 所以对于长城高兴 踩一脚下来 还是几回 因为大资金进去了 而且他的估值现在也不高 他是在历史军支的下方的 这些资金又没出来 大盘大跌的过程中 他非常抗跌 所以能接大盘踩一脚下来 再踩一下160附近 一旦只跌了 还是机会 所以这些分析 我给到的大家的 都是逻辑和方法 所有暗里模型 都是学习 不顾程投资建议 你看在这种大盘 暴跌的情况下面 咱们为什么就是说 这些暗里模型成功率 相对还是比较高 大多数品种比较抗跌呢 就是因为它 第一是赛道好 业绩好 还有就是咱们都是买 低位的期账点 周线到位的 月线到位的 或者是日线回调到 连线附近的 都属于超跌的期账买点了 那成功率自然会高一点了 好 咱们再看一下 意为你能 这也是3月10号 给到的一个交易计划 在70到73 这是一个建长区 破心地支撑 目标90附近 这波连续下跌 也是腰斩 赛道那肯定没有问题了 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业绩也没有问题 而且大股东也开始回购了 低位也出现放量了 今天非常抗跌 所以咱们在10号给到以后 11号一个冲高 二次回败下来 大盘不是太好 可些等等 那如果 有这种着急的 激进的朋友去关注了 比如说今天去关注了 那如果说下个交易 是破心地了 那就得执行 支撑的计划 对吧 但是如果说夜盘好 晚上也出来立好消息了 弄不好明天 就是一个方良上党了 今天为什么会抗电呢 看到了吗 在大盘下的过程中 他有钱在净了 而且外资也是买入的 对这个 你别看那个外资 天天大幅的溜出 但是对于异为理呢 他也是买入 那我们在第一位 去制定这种交易计划 是不是符合逻辑 科学不科学 那自己去想就可以了 所以关注成功 建立自己的交易计划 让投资有方向 好我们做一个总结 破局系统性分险之策略 咱们通过刚才的案例模型 应该基本已经是理解了 这样再总结一下 应该会误到了 误到了就是自己的 第一是选股的策略 这非常重要 选择大于努力嘛 选错了你再这么努力 可能都是亏钱的 好我们看一下 赛道加龙头加低估 加成长加资金 等于黄金污点公正的 宣估策略 你比如咱们选到的 像长城高新啊 上级输控啊等等 都是符合黄金污点公正的 宣估策略的 好我们再看第二 制定计划 一买入标准 量价失控指标 形成黄金污点公正的 起让埋电 然后再下手 二持有标准 买入成功后 压力位只应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仓位 利润空间呢 就扩大了嘛 那剩余的仓位去扩大 盈利空间就可以了 那如果出现回落 获利的不能变成亏钱 咱们举例说明一下 比如说长城高新 在上周五到达千高压力位了 但是本周一呢 收银线出现回落了 先减三分之一到一半 利润空间就扩大了 对吧 你一百六关注的 你在一百九附近减了 是不是一向 成本就降低了 你再怎么回落 你多是会盈利出来的 但如果他上去了 那你让剩下的一半的筹码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筹码 去奔跑 去让他的利润去奔跑 可以啊 没有问题 如果每一只股票 我们这么去做 那我们会看到 我们持有的都是赚钱的 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些 浓度企业了 好我们再看第三 盈利标准 到达目标位后 形成头部形态的 只应全部的仓位 接收本次的交易 并做出总结 总结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交易嘛 好我们看 第四个就是止损的标准 跌破七涨K线 或跌破新低严格止损 止损的空间 控制在3%到5之内 盈利的空间是无限大的 好投资总结 小亏大赚加高概率 就是我们交易 和制定交易系统的 核心原则 把这句话 印在脑汁里边 坚守这个原则 实现盈利 没有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